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家提问 谢谢发言人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能否介绍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伊布拉辛访华的安排 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马关系 对此访有何期待 中国同马来西亚传统友好 远远流长 是守望相助 合作共赢的好邻居 好伙伴 去年三月 习近平主席同安瓦尔总理 就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为新时期中马关系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 今年是中马建交五十周年 即中马友好年 李强总理六月 成功对马来西亚 进行了正式访问 为中马关系的发展 注入了心动力 伊布拉辛最高元首此访 是他就任后 对东盟外国家的首访 习近平主席将为 伊布拉辛最高元首 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 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 李强总理将会见 伊布拉辛最高元首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 以此访为契机 更续传统友谊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拓展互利合作 进一步丰富 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建设 取得新成果 下一个问题 谢谢欢迎来 关董事长提问 据日本政府发布的首席 18日上午 深圳日本学校的一名学生 遭遇一名男性 袭击被刺身入院 请问欢迎能否接受 该事件的更多细节 另外这已经是 今年第二期针对 在法日本学生的袭击 中方如何看待 这类事件 是否连为次类事件 还是偶发事件 9月18日上午 深圳日本人学校 一名十岁的学生 在距离学校门口 约200米的位置 被一男子刺伤 受伤的学生 第一时间被送医 并在全力抢救中 凶手已经被当场抓获 案件目前还在 进一步的调查中 中方将继续采取 有效的措施 切实保护 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下一个问题 本人您好 俄同塔斯日记者提问 据美国陆军负责人 此前称 美国正在考虑在日本部署 中程和短程 导弹系统的可能性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如果美国决定这么做 俄罗斯和中国可以采取 哪些联合措施 来确保自身安全 谢谢 近年来 美国为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 执意在亚太地区推进 包括中岛系统在内的军力部署 此举将加剧军备竞赛的势头 严重推高地区局势紧张 威胁地区的和平安全 破坏全球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中方以多次产名严正的反对立场 我们敦促美方放弃有关部署计划 奉劝有关国家清醒认识到 美方的真实目的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稳定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下一个问题 欢迎人好 中心社记者提问 据报道9月17日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声明说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 总额约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包括飞机和相关设备的返还 维修重新装运服务等 请往中方对此有和评论 谢谢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写反对 以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采取坚决反制措施 以宣布将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美方持续武装台湾 为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 顽固推行台独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撑摇打气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 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 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 对其的纵容支持 必须指出 民进党当局 妄图以武谋独 美国执意以武驻独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物 只会以失败告终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停止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下一个问题 谢谢发行社提问 日本国防部今天表示 中国的辽宁号航母 进入日本重逝地区的皮脸水域区 您能否证实这个信息 中方对自由和评论 谢谢 关于你提到的有关问题 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 去询问了解 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 中方的有关活动 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 下一个问题 谢谢日本广播协会的记者提问 关于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被袭事件 请让我追问一下 加害者在警方的调查中 作何回应 另外关于男童的病情和受伤的情况 如果外交部有掌握的信息 你能否分享一下 谢谢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这起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 我也愿意再次重申 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下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9月12日至16日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重工举行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际巨头还是中小企业 都把更多更新的成果技术和应用拿到了服贸会上 与各路客商洽谈合作 那当前全国自由贸易基于挑战并存 中方如何看待此类平台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 谢谢 今年是2012年创办服贸会以来的第十二个年头 十多年来 服贸会累计吸引了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九十余万家展客商参展 同期中国的服务贸易年均的增速达到6.2% 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行中指出的 服贸会是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为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做出了积极贡献 服务会是中国致力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 一方面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设立了22个自贸实验区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 另一方面 外企来华的门槛越来越低 我们多次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的清零要求 我们还通过进博会 广交会 萧博会 练博会 等展会的矩阵 以中国式现代化 助推全球的发展进程 开放让中国的大市场成为全球贸易的强磁场 让中国是现代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75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始终不断探索对外开放之路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推动构建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完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做了专门的部署 我们愿意继续同世界各国一道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以开放共享机遇 共商合作 共促发展 为推进世界现代化 做出中国贡献 谢谢大家 Dan Myrtell with Bloomberg News An indictment announced today by the U.S. Attorney claims that an employee of one of China's state-owned defense contractors tried to hack NASA, the U.S. military, and other targets to obtain computer software and source code.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Thank you. 我不了解有关情况 下一个问题 A question for Anadolu Agency To follow up on the Xinjiang incident The date, September 18th Coinsides with the historical event A false flag sabotage Of a northeastern rail line In China In 1931 That used as a pretext To invade Manchuria And northeastern China So this coincidence What's your comment About this coincidence And do you have any findings About the motivation Of the attacker Is this a hate crime Because of the coincidence With the date, historical date Thank you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这起案件 目前正在 进一步的调查中 中国是法治国家 我们始终欢迎 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士 来华 旅游 学习 经商 和生活 将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 保证在华的外国人的安全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你这个具体想问的是 关于什么方面的关税 是同美方的会谈 还是同欧方的会谈 你想了解的是哪方面的问题 你能说得再具体一些吗 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啊 还是请你向中方的有关主管部门去询问 但是作为原则我想强调的是 这起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主导的行为 无视客观的事实 罔顾世贸的规则 违背历史的潮流 损害欧盟绿色转型的进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中方始终秉持最大的诚意 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问题 并提出了灵活解决方案的建议 而欧方却一面声称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一面却不断地拒绝中方的提议 始终不给出任何具体的对案 希望欧方切实地拿出诚意和行动 认真地考虑中国业界的合理关切和建议 如果欧委会意义孤行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合法权益 关于你提到的中方和美方的相关经济部门的对话 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尤其是一个问题 一is is a follow up. earlier this year there was a separate stabbing incident in a bus involving two Japanese people in Suzjo. The Japanese embassy said today that they haven't received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spiracy case.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 to make sur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gets all information about both stabbings when available? 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但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 我们始终欢迎包括日本在哪的各国人士来华旅游经商学习和生活 也将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 保证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Sorry, just to make clear, on the previous stabbing incident when does China expect to be able to provide details to the Japanese embassy, the one in Suzhou? 关于苏州的这些案件,我想当时我们已经产绵了中华的立场 我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那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